N95是美国官方公布的一种口罩规格 包括这种规格的口罩能过滤空气中95%以上的微尘细菌还有病毒 这种口罩所使用的关键材料便是溶喷静电布 这项技术的发明者是美国田纳西大学材料科学退休教授来自台湾的蔡炳毅 溶喷后的无纺布以超细纤维捕捉空气中的微尘 再以静电将这些微粒吸附在布料上 他在监视我的Skype采放时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像这个是N95口罩 这个是外科医疗口罩 那么它你下一个它有三层 中间这一层也是溶喷静电布 溶喷静电使得一层N95口罩拥有19层棉纱口罩的防护力 因为加静电了以后它的过滤效果提高了10倍 如果没有加静电 那你必须要用10层 等于溶喷加静电一层的效果 这项技术在1992年问世 起初用来提高空气过滤网效能 1995年开始应用在N95口罩上 美国卫生研究院正是以干热方式设施70度加热口罩60分钟可消灭新冠病毒 就是说你的烤箱你如果知道你能够控制65度到75度的范围 那么你用全过的 这是一般民众可以做得到的 蔡秉毅提醒 不要让口罩直接接触底盘金属 避免电荷因高温衰退 也不要使用酒精、漂白水或肥皂消毒 以免洗去电荷 自制口罩尽量选择不吸水的材料 防止飞沫穿透口罩 也可将输水性材料 例如汽车去油屋纸巾 倒入手帕等吸水性材料里层 作为过滤层使用 继SARS之后 N95口罩再次于新冠疫情期间守护民众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不过蔡秉毅坚称 这只是一项频繁的发明 那么这个发明刚好可以用到这个上面 这个刚好有疫情 所以呢 这个戴了这个口罩呢 就就是说避免你免于你被感染 这个是用普通的材料 就能够免于被感染 所以我的发明是非常的普通 实际上 蔡秉毅拥有全球12项专利 超过20种商品授权 他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期间 修毙横跨理工科系的500个学分 相当5个博士学位 熔喷家境电部 正是他结合不同领域所学的成果 身为N95口罩核心技术发明者 蔡秉毅家里总是有很多N95口罩 就连疫情期间 他也持续收到大量 来自厂商表达关心的口罩 他将这些口罩 全部送给各地的医护人员 我用那个FedEx 寄出去的那个钱 比平常那口罩的交钱 就要多几十倍啊 但是呢 因为他赶快收到 他赶快可以用啊 对不对 你少了一天 你慢收到一天 你危险性增加了一天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一收到 我就马上用FedEx Open Line的拿去给他们 去年从田纳西大学 融退的蔡秉毅退而不休 疫情期间 他协助工业界将现有设备 改造为生产N95材料的机台 研究将口罩灭菌 但又不损电荷的方法 此外 他还为各界在口罩问题上 答疑解惑 记者许湘云和钟瑞哲 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